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聊一聊,喝水有最佳时间表,冷水服药会致癌,喝水,明明是个简单的事儿,可偏偏有人会说,你得这样喝才更健康,那么,他们说的,真的是对的吗?喝水真的有那么多讲究吗?快来一起看看吧! 一,喝水有最佳时间表,定时喝水只是个辅助手段而已,并不一定比等着渴了,再喝更健康,白开水永远是最好的选择,其他的,可以喝,不过希望你喝的理由是,因为我喜欢,而不是这样更健康。 二,一天必须喝够八杯水,人体对水的消耗,因个人状况差异比较大,因此,每天八杯水的说法,过于绝对和教条,我们吃的食物喝的饮料,也还有大量的水分,不是只有纯水,才能补充我们身体中的水,所以最好的建议,就是,当你口渴了,或是想喝的时候就喝,而不必强迫自己,每天必须喝完八杯水。 三,一次性纸杯的第一杯水不该喝,一次性纸杯内壁,确实有光滑的一层,少部分涂层是石蜡,大部分涂的都是聚乙烯,都很安全。 纸杯的生产过程中,倒确实都需要经过一部高温消毒灭菌过程,根本不需要消费者自己在消毒这么麻烦,拿水涮一涮杯子,最多就是去掉内壁,可能有的灰尘罢了。 四,热苦瓜水,热柠檬水,热压里水,可以抗癌。 热柠檬水,热压里水和热苦瓜水都不抗癌,世界上没有所谓妨碍抗癌食物,一种食品中含有某种或某些抗癌活性物质,这一点都不新鲜,也算不上是什么最新进展。 我们不能简单地通过对某种植物所含成分的分析和推理,就得出它有抗癌功效,也不能指依据细胞胞实验和动物实验的结果,就想当然地认为对人体有效。 五,冷水服药会致癌,只要喝的水是健康可以移用水,无论是冷水还是冰水都不会致癌,冷水服药也不会改变水的性质和药的性质,更不会致癌。 六,长期喝纯净水会导致身体缺钙,移用水不是人体内钙元素的主要来源,目前上没有研究表明,纯净水与缺钙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。 我们喝水的主要作用是补充水分,好的,今天咱们就谈这些,喜欢请点赞,转发,你可以关注中华医疗,学习更多知识,我们下期再见。